今天我们要来思想有关圣灵的角色 在我们信主的时候 我们对于圣灵不认识的情况之下 祂就已经进到我们里面 如果不是圣灵的感动 我们不会口称耶稣基督是主 没有一个人会口称耶稣基督是主 在他没有被圣灵的感动的情况之下 我们在这里有水里有很多的亲友坐在这边 那么有一群的要受给的朋友坐在这边 那么在受洗以前我就先跟他们讲说 等一下我要问什么问题 然后我问完了你们要回答 然后我就先告诉他们答案 哪有人这样考试的呢 就说我要问你什么问题 然后先告诉你答案 尤其受洗这么严重的问题 怎么可以先告诉他问题 然后告诉他答案呢 因为那几个问题都不是理智的问题 甚至那几个问题也不是意志的问题 就是我要下意志决定的问题 那几个问题是圣灵感动的问题 我问他们的问题 第一个是你相信圣父圣子圣灵三而一的独一真神吗 你从自然科学来说 你从社会科学来说 这句话是不成立的 你用尽人的理智没办法了解 你用尽人的情感 你也没办法接受 你下而你的决定 你以后会后悔 你要接受圣父圣子圣灵 三而一 一而三的真神这件事情 是圣灵的感动 如果不是圣灵的感动 你不会讲出这句话出来的 所以当我们基督徒信主很多人的时候 有的时候你在比较用理智一想 怎么可能呢 三怎么会是一 一怎么会是三呢 我这样讲好像不太难 你说我接受就是了 你想清楚就麻烦了 圣父怎么办呢 圣子怎么办呢 圣灵怎么办呢 到底是一个神还三个神 你越想越麻烦 所以我答案就是告诉他 你相信圣父圣子圣灵三而一的独一真神吗 他必须说什么 我相信 来我问你们 你相信圣父圣子圣灵三而一的独一真神吗 你相信啊 这是圣灵的感动 我告诉你这是圣灵的感动 没有人可以相信这件事情 这是圣灵的感动 这是圣灵的感动 我问他们三个问题 都不是他们能够下下决定的 都是圣灵的感动 包括最后一个问题 我问他说 你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 和你生命的主吗 他说什么 我愿意 这个也不是他自己愿意的 他说这是我的意志 你的意志不能做这个决定 那个是圣灵的感动 没有一个人可以口称耶稣基督是主 除了圣灵的感动 所以在这边我们知道圣灵其实跟我们很有关系 如果不是他先进到我们里面 我们不会口称耶稣基督是主的 在信主之后我们读经 需要圣灵 祷告需要圣灵 听道需要圣灵 与弟兄姐妹交通 需要圣灵 我们需要圣灵 我们身上重工 有时候听众会来跟我说说 哪个讲人讲得好 哪个讲人讲得不好 我们常常需要圣灵这个 有的人比较喜欢这样的讲道 有的人比较喜欢那样的讲道 都有的 或是每一个讲员能让每一个人满意的 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去讲道 他们就说李长老 你再推荐我们讲员 我说我不敢推荐讲员 他说为什么 或是我觉得哪个讲员有好有坏的问题 是因为 好的讲员到那边他们不一定能够接受 但是不是那么会讲的讲员 也不一定人就不能接受 因为那个是听到的人 有没有圣灵的问题 主持人听啊 我觉得不要把讲员的责任 我今天不告诉你们 因为讲员的责任 我们告诉讲员就好了 真的 我昨天告诉跟一个讲员 谈了谈蛮久的 就是我们应当怎么样 这是我们在神那边的事情 那个我不要告诉你们 可是你能不能听到神的话 那是你跟圣灵的问题 那是圣灵在你里面动工的问题 你如果让圣灵在你里面动工 他就是完全不会讲 你也会听到的 真的 多年前有一位姐妹就坐来的第三排第四排 第一堂每一次都坐在这边 每一次都坐在这边 我第一堂没讲到的时候 他已经到了 有时候我们讲员很早到 因为担心 不知道等一下讲的时候 圣灵能不能够存在 我们就坐在那边 我每天都在那边 然后 那个姐妹那边一次就做笔记 做完笔记 散后她都不走 一趟等第二堂的人都坐了 你以为她第二堂 最后她就站起来往外走 原来她是她第一堂的 然后常常流眼泪 有一天我就过去跟她讲 我说姐妹 我心里想说 她一定是哈拿 你真的懂吗 你们圣经不太熟啊 哈拿 她已经心里有一些苦的东西 可是这么多礼拜了 她每一次都这样 所以我就过去跟她 我说姐妹 你有什么问题 她就说 她看着我 她说 我没有问题 那我就说 我说因为我看你每次都很早到很晚走 我想有什么状况 或许我可以帮忙 她就跟我说 她说没有 然后她告诉过我说 她说过去这些日子以来 她听了讲道 她说听了我讲道 谁讲道 她得到很大的帮助 她听别人讲道 她得到什么帮助 我不知道 不然她就讲说 她说李长老 比如说你在哪一次 讲了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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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得到什么样的改变 你讲了什么什么什么 我告诉你 她讲的 她听到的 跟我讲的 我感觉有距离 有些我不认为我讲了 有些我不记得我讲了 可是她讲完了之后 我突然有一个明白 是谁跟她讲 神跟她讲的 不只借着我的话 我的话这样讲 可是圣灵感动 让她听见 一个她最大的需要 弟兄姐妹 需要圣灵 需要圣灵 当在最近 我一直在常常思想的时候 我就想起 我们不是我们教会 是基督徒 对圣灵有很浅的认识 包括我自己在内 所以我花很多的时间最近 专门研究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就是到底圣灵是谁 不是圣灵是什么 是圣灵是谁 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基督徒圣灵开始成长以后 我们就越来越认识天父 越来越认识主耶稣 对不对 可是我们常常忽略圣灵 认识父 认识子 感觉上在理智上 知识上容易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圣灵记载很多 而且又具体 相对于圣父圣子 圣灵的位格 就不是那么清楚 所以我们会模仿 一个基督徒 如果对圣灵不清楚 就好像 我们虽然有眼睛能看见 但是却因为近视 我这只是举例 它不真是这样子的 但是好像这样 就因为我们远是近视 没有校正 所以我们对外界 这个存在的世界的真实情形 你也不能说它不清楚 你也不说它不清楚 它好像清楚 可是它不是最清楚 等一下我慢慢讲下去 而且我要今年看看有没有机会把圣灵多讲一点 我们基督徒的价值观 需要校正 需要常常校正 我们如何生活在这个世界 才能够好神的喜悦 我们应该跟别人怎么相处 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有的时候是跟别人互动的问题 昨天有机会在吃饭晚饭的时候 因为我儿子很喜欢运动各种运动 昨天晚上很晚了 11点多了 我到他房间去 我睡觉要睡觉了 他说好 他说待一待一会 我在干什么 他在看游泳 奥运比赛都结束了 他还在看游泳 可是他对于游泳 哪一个游泳 哪一个参赛者 他的背景 他的怎么样 有几秒什么东西 他为什么在最后0.01秒 都会赢过别人 他很有兴趣 他跟你讲 他说比赛有两种 一种是跟自己比 一种是跟别人比 你听得懂吗 游泳比赛是跟自己比 跟别人比啊 啊 基本上来讲 他是怎样 跟自己比啊 游泳比赛是跟自己比啊 那什么是跟别人比呢 棒球是跟别人比 因为他是对的嘛 对不对 篮球是跟别人比 赛跑其实是跟自己比 当然如果两个人 打比的时候 他会有一点点影响 对不对 但基本上你是跟自己比嘛 网球是跟别人比 因为有对手 其实游泳是没有对手的 就是你自己的 他就在那里讲的一东西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面的时候 我们自己一个人活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价值观 当别人跟我们有互动的时候 我们会不会产生另外一个价值观呢 这个需要教证 这个需要圣灵的教证 在圣灵的同在之下 我们的心眼的势力 才会被教证 让我们对自己 对外界 对上帝跟耶稣 都会有更清楚的认识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圣灵是三一神当中的一位 圣父我们很容易认识 为什么 因为旧约记载很多很多 有关圣父的事情 耶和华是神 他创造 他计划 他护理 他拆他的儿子 耶稣来到地上 事情拯救 这个我们都知道 因为他是圣父嘛 所以我们对圣父有一个想法 我们对圣父有一个概念说 甚至我们想说耶和华神到底 讲得像怎么样 这个我们可以稍微有点点的想法 虽然没有人看见过神 但耶稣更是了 因为耶稣是道成肉身 有血有肉的 活在这个受造的世界 他有一个人的样子 他一个人的样子 约翰师父 已经从不同的角度描写他 他的出生记载的蛮多的 他的言行 他的心思 他的生活 甚至他被卖的过程 他被审 他受死 他埋葬 他复活升天 圣经都有明确的记载 我们对于他有比较具体的能够体会 而且 而且 他跟我们太有关系了 刚才我们这个波饼的聚会 是为了要纪念他 我再说一次纪念他 不是说他很可怜 纪念他是记得他 记得他为我们做这件事情 他第一次是为了我们的罪 他复活让我们得以称义 感觉上我们当然跟他比较熟悉 因为这个太重要了 没有他 我们觉得做到这些没什么意义的 可是相对于圣父跟圣子 我们对圣灵就搞不太清楚 搞不太清楚 就不知道圣灵是怎样的情况 虽然圣经里面从旧约就有圣灵 猜猜看 最早出现圣灵 是在哪一卷旧约 就直接讲创世纪就对了 是在第几章 讲第一章就对了 这第一章第二节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这个神的灵就是圣灵 请问最晚出现圣灵的是圣经的哪一卷 你讲启示就没错了 请问是哪一章 二十二章就绝对没错了 最后一章 二十二章十七节 那里说圣灵和心腹都说来 听见的人也该说来 口渴的人也当来 愿意的都可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喝 所以事实上记载圣灵的经文 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中间 陆陆续续出现 可是因为我们看不清楚 弟兄姐妹 因为我们对于圣灵 我们不知道它是一个这么清楚存在 对来说有点困难 有点困难 因为它拟人化 我不讲拟人化 这不太明显 这对我们而言 我们想到的圣灵不是想到这一方面的 所以我们必须承认 大部分的基督徒对于圣灵 实在是认识的不清楚 又很容易误解 所以你知道吗 如果你看天主教他们 后来画的造 画的图 那个画的画 或者是他们造的那个像 雕像 对于圣父 有各式各样的圣父 他们画的出来的 虽然其实耶和华神没有形象 对不对 可是他们对耶稣更画的出来 而且各式各样的 耶稣 各式各样的耶稣 耶稣的像很多 你知道 耶稣也有被画成黑人的 当然吗 当然吗 圣母马利亚也有黑的 是全黑的 报的那个圣子是全黑的 因为那是谁画的 非洲人画的吗 那这样画对不对呢 从思想上也对啊 对啊 思想上也对啊 因为我们并没有看过 耶稣基督的长相 虽然他生在东东 可是你知道圣灵怎么画吗 有没有人知道在中古世纪 到后来画画的怎么画圣灵 他们一定要画嘛 因为后来就很清楚了 你去看中世纪或往后 十六世纪 十七世纪 甚至那时候的画 他们画圣灵只有一个画法 就是画一个婴孩的头 然后画一个对翅膀 那就是圣灵 那你去看 这个不是天使啊 这是圣灵 你说那为什么 一部图画里面 有好几个圣灵呢 当然可以啊 当然可以啊 而且很多时候 很多人不会看那个画 这个画它不是一部画 画它是很矛盾的 因为那一部画里面 不是只有一幅画 它一幅画里面是把它很多画 画在一幅画里面 所以这个是一个意思 这个是一个 这个是意思 就像我们的基道真理的课程一样 他们就一幅图画 就讲解这是什么 那圣灵怎么画呢 就画成那个样子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画 因为我们不知道圣灵是个怎么样的圣灵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往后的有机会 我希望在这里对圣灵有更多一起的分享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圣灵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承认我们对你真的不认识 虽然你在我们里面 你已经感动我们 包括我们现在当我们在听到的时候 说我们都需要你的恩典 你真是我们的主 可是我们真的不认得你 主啊我求求你帮助我们 透过你让我们对天父有更多的认识 透过你我们对圣子耶稣有更多的了解 主啊透过你让我们对我们自己 常常被安慰 常常被提醒 常常被感动 常常被责备 亲爱的圣灵 我也求你让我们认清我们所在的环境 让我们知道该如何行 该如何回应 该如何做出正确的决定 求你这个时候打开我们的心理 让我们对你更深的认识 让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们 我们今天要从约翰福音当中 主耶稣向门徒提到圣灵的经文 来认识圣灵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我可能比较保守一点点 有的人就把那个系统神学里面的圣灵 拿来讲一讲 我不是很敢 这个缘故就是因为 系统神学是能整理出来的 我大部分是比较保守的 圣经就这一段怎么讲 那我就把它 就把它讲解 然后就求神给我恩典 让我明白这段圣经 然后把它讲解清楚 事实上从创世记到启示 有这么多有关圣灵的经文 如果整理起来也太辛苦 那所以我的做法就是用相对简单的 就是用主耶稣最后一个晚上 他向门徒交代事情的过程 来看圣灵 因为在那里提到很多圣灵的事情 为什么他要提到圣灵呢 等一下我会慢慢讲 但是约翰福音13章到16章当中 耶稣对门徒有一段很长的讲话 我们都知道在时间上 这个是在五行节以前 也就是耶稣还没有被卖 还没有定死 还没有埋葬 还没有复活 还没有升天 所以圣灵还没有虎便降临 可是耶稣在还没有发生这些事情 他就先把圣灵是怎样的一位 先讲出来 后来我读完了以后 我就发现系统神学 对于里面有一些很重要的东西 忽略掉了 我今天要跟你们分享 圣灵的第一重照射 到底圣灵最绕绕的一件事情 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 到底圣灵跟我们关系 最绕绕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是什么 那这一段的圣经 13章到16章约翰福音 是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的晚上 最后一个晚上 就是他等一下讲完了 他就要被卖了 在那一个晚上 他所讲的最后一段话 从这段讲的当中 我们不念 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在这段圣经当中 那我把需要的经文都列出来 这样子方便 或者你可以翻开约翰福音 第13章到第16章 主耶稣离开门徒以前 那是最后一天晚上 他最关心门徒什么事呢 最关心门徒什么事呢 第13章到16章 我们就发现 整个总和起来 主耶稣要离开门徒以前 最关心门徒 是不是能够彼此相爱 和遵行神的旨意 如果你要写 你可以写下来是两件事 有的人脑筋好 根本不需要记得 没关系 主耶稣离开门徒前 最关心门徒 是否能彼此相爱 跟遵行神的旨意 主耶稣要离开门徒前 最关心什么事呢 他最后一段话里面的重点 是什么呢 那就是他希望 他们彼此相爱 那就是他希望 他们遵行神的旨意 那我们来读13章34-35节 13章34-35节 我们一起来读 预备 请 我赐给你们 新命令 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因此就认出 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这是耶稣要离开门徒时 对门徒很大的期待 要他们彼此相爱 因为他们到前一刻 前一刻 他们还在争论谁为大 他们就是没有办法 接受别的门徒 自己跑耶稣的喜欢 他们就是没有办法 接受这件事情 昨天我在他水里 因为现在水里 然后做见证 做见证完了 那我们就开始施洗 施洗一段时间又做见证 然后我们又施洗 所以有一段时间 我坐在里面 我坐在里面 我听到这几个弟兄姐妹当中 有两个最少 大概有三个 我非常感动他们的见证 不是内容 不是内容 内容每一个都很棒 每一个讲到内容都很棒 我只是觉得 有两三个是我听到的时候 我心里面突然一动 动什么呢 有两个至少可能是三个 说我发现我是一个骄傲的人 刚刚信主的人就能够发现自己是骄傲的人 真的很不容易 信主九个其实是越来越骄傲的 很多基督徒越来越骄傲 骄傲到自己都不知道什么叫这个骄傲 所以基督徒会骄傲很自然 基督徒会骄傲更自然 因为他有一个比别人更好的东西 他以为是自己的 我们都知道不是我们自己的 可是用九日就觉得是自己的 不是这样吗 我们等于九日就觉得是我是神特别的简许 是神特别爱我们 但是我们重点放在 我 神特别爱我 不是神特别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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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神特别爱我 如果你跟他口滴滴你就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了 所以有一个很有名的话 他说骄傲是最后一个离开人生的对 人死了十五分钟以后骄傲才离开他 可是有两个三个他们说 他们说我发现我是一个骄傲的人 如果我没有记错 有两个是很年轻的 吃几岁的孩子 我就是求主怜悯我 那个如果不是圣灵的光照 我们怎么可能 我们怎么可能是自己的骄傲 可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彼此相爱 就是骄傲 就是骄傲 雅各约翰找他妈妈来 赶快就跟耶稣说将来德国的时候 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 耶稣说你们真的不知道你们在讲什么 耶稣好不容易用洗脚 做他们的榜样 他们后来争论谁为大 所以耶稣在那天往是要离开他们的 耶稣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告诉他们要他们彼此相爱 我相信那个不只是给他们门徒 各位给他们门徒的门徒 各位给他们门徒的门徒的门徒 因为门徒也只有十二个 可是现在的门徒就不知道几亿了 对不对 我们怎么彼此相爱呢 约翰徒十四章第十五节 我们一起来读 预备 请 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在下面念 下面那个十四 二十一 二十三 二十一 预备 请 有人我的命令又遵守了 这人就是爱我的 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 我也要爱他 并且要向他写见 耶稣回答说 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 我父也必爱他 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 与他同住 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 你们所听见的道 不是我的 乃是猜我来之父的道 那这里是我整理出来的 我最近花比较多的时间 整理十三章到十六章 十七章他的祷告 十三章到十六章 是耶稣最后讲论 最后讲论 在这一段的里面 我就发觉 耶稣非常关心一件事情 就假如他走了以后 这些门徒怎么办 有两件事情 要他们注意 第一个人彼此相爱 第二个就是 要他们遵守神的旨意 爱神 爱耶稣跟遵守神的命令 遵守耶稣的教训 是相提定论的 也就是 如果爱神 就会遵守神的命令 如果遵守神的命令 就表示爱神 所以在这边 耶稣把它结合在一起 所以看起来 耶稣最后交代门徒 是两件事 第一个是爱 第一个是爱人 第二个是什么 爱神 还是一样 所以耶稣在手上 他担心两件事 他们到底会不会彼此相爱 第二个 他们到底能不能爱神 可是门徒却不是这样 门徒却不是这样 如果你们对那时候 你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这个门徒在强烈感觉 耶稣要离开他们的时候 他们不太明白 耶稣要做什么 耶稣讲了一些的话 他们就问一个问题 耶稣又讲了他们又问 问来问去 问来问去 你就发现门徒比较关心自己 比较关心自己 他比较不关心耶稣关心的 他们比较关心自己 他们关心什么事呢 他们关心什么事呢 我们来读 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三十六节 对二的下面 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六节的前半段 预备 请 西门彼得问耶稣说主往哪里去 请问西门彼得问耶稣说主往哪里去 是什么意思啊 他关心什么 他关心耶稣往哪里去对不对 那目的是什么 他要跟他去 所以下面就来了 那下面三十三十七节 因为他重复自打 所以我给你们听 彼得说主啊 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呢 我愿意为你舍命 所以你发觉彼得他说我要跟你去 而且我要去到一个意愿强 到一个地步怎么样 我死也愿意 所以他想要与耶稣去 这个是很真实的事情 这是很真实的事情 彼得不是开玩笑 虽然他常常讲话是 他只是稍微快了一点点 对不对 可是彼得很多时候是真的 他只是他所说的他做不到 只是这样 不过他所说的是他以为了真的 他只是我们常常这样 我们常常这样 我真的愿意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 他只是做不到而已 这就是行有余 力不足 其实应该说 他愿意 他做不到 他做不到 不仅是这样子 多马也说了 来看多马 多马怎么说 预备 请多马对他说 我们不知道 我们就往哪里去 怎么知道那条路呢 请问多马 是什么意思 是什么意思 他到底是要知道那条路 还是要知道他在哪里 他要知道他在哪里 因为如果知道你在哪里 你不告诉我们那条路 我们也会去 所以他就说 如果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 我怎么知道那条路呢 他还是想跟耶稣在一起 所以从这些 我们就看到 无论是彼得 无论是多马 无论后来是非力的 约翰福音 第十四章第八节 他们最想要知道的是 你耶稣 你要去哪里呀 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呀 我可不可以告诉我 你要去哪里 如果有一天 我们需要的时候呢 现在不一定需要 不过有一天需要的时候 我们可以找到你 所以你就知道一件事情 当门徒第二点 当门徒察觉耶稣要离开他们 门徒最关心的是 如何能够继续与耶稣同在 如何能够继续与主同在 最近啊 这个跟圣灵有很密切的关系 有的时候我们 我们知其然 不知其所以然 就容易忘掉 你一直到所以然的时候呢 你就完全不会忘了这件事情 耶稣是希望他们能够彼此相爱 跟真心神的旨意 可是门徒是害怕找不到耶稣 他们希望能够继续与主同在 请问请问门徒这样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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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对啊 你们都不敢讲 所以耶稣如果跟我们在一起一段时间之后 你需不需要让他走 为什么 因为五个饼 两条鱼 可以五千人吃饱 还剩下多少 兜着走着都比拿出来的还多 对不对 这种耶稣是什么不好的 风和海 起了风浪的时候 耶稣可以走着海面过来 还说平静了 就怎么样 这种人你要离开他吗 不要我也不要 对不对 你知道因为就一离开他们 他们可能被别人欺负的 可是耶稣在 犹太人大概本来敢欺负他 因为耶稣很凶的嘛 是不是 人家讲他 耶稣啪就回去了 人家讲门徒怎么样怎么样 不对 耶稣讲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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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句话 那些犹太人下面不知道怎么讲 耶稣好不容易 在这些法律上要来陷害耶稣 好不容易抓到一个一个一个形影 被拿着父人来问耶稣 结果断屿而归 是不是 他们跟耶稣在一起多高兴啊 多高兴啊 可是耶稣要走了 耶稣在哪里 他们也要在那里 当然是一件好事 耶稣来到地上 是神道成肉身 让人可以看见 可以摸着的 谁不想跟耶稣在一起啊 约翰在约翰福音 艺术里面曾经说 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 就是我们所听见 所看见 亲眼看见 亲手摸过的 你知道昨天晚上我在预备最后这一段 最后最后这一段的时候 因为我已经都预备好 都写好了 我就再预备一次 我就再想一想那个过程 我就想到约翰在写约翰一书的时候 他写 约翰一书他写的 那大概90岁左右 80岁左右 那耶稣 升天的时候 大概是约翰30岁左右 大概 最中间相隔几年 也就是耶稣升天之后 约翰又活了60年之后 约翰想起来 他说我们所看见 我们所听见 他觉得不够清楚 他说我们是亲眼看见 亲手摸过的 我在想 约翰在写约翰一书的时候 他的手发抖的 因为他想起 他怎么进去摸过的 那是真实的摸过的 他们真的跟他在一起 耶稣的门徒 跟那个世代的人 他们是有福的 他们可以亲身透过眼睛跟手 来接触耶稣 而这个耶稣是从来没有人看见神 只有父怀里的独生主将他表明出来 他们真是有福 耶稣是神 借着人的形状 在人类当中 可以让人与他同在 人可以亲近他 可以摸着他 可以跟他一同吃喝的那一位 那这些门徒 他们虽然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 不知其所以然 不完全知道 耶稣的整个的身份 他们不完全知道 所以 他们跟耶稣在一起 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宝贝 可是你知道 当约翰写约翰一书 约翰写的时候 他可是 确定了这件事情 说他九十几岁 他想起这件事情 就是那一位神 就是那一位创造的神 就是那一位永恒的神 曾经在我们当中 我曾经摸过他 我曾经靠在他的胸膛 曾经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 他托他的母亲给我照顾 那这个约翰 他整个那种感觉是很清楚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知道 对他们而言 他们当时虽然不是很准确的知道 他们依稀有点感觉 这一个神 这个耶稣 他离他在我们的时候 我们损失很大 所以他们一个接一个跟他说 你到底要在哪里 你要在哪里 我们也去哪里 我们要继续跟你在一起 那么到底耶稣要去哪里呢 如果你是耶稣 有这么好的门徒 这么愿意跟随你 你说我要离开了 大家都说 你要去哪里 我们也要去哪里 很多人说 你要去哪里 再见 赶快走 不 你要去哪里 我们也要去哪里 耶稣怎么忍心呢 怎么忍心 晚一点走嘛 亲爱的弟兄姐妹 可是从这一段的时候 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耶稣飞走不可 有一个原因的 第三 从这一段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耶稣飞走不可的原因 耶稣与门徒暂时分离 是为了要 永远与他们同在 请你写下来 这件事情 我今天早上要跟你们分享 很清楚的 要跟你们分享这件事情 神要与人同在 是神创造人的目的 神创造人有个目的 就是神要与人同在 老实说 我真的不明白 神为什么要与人同在 真的不知道 我想了又来 想了又想 想了又想 我还是不知道为什么 神要与人同在 因为人实在是很糟糕 是不是 神为什么要与人同在 你我这样的人 神要来与我们同在 污了神的审讯 对不对 我们当中有谁愿意与蟑螂同在 请举手 我是点了一些快要睡着的人 举手用的 我没有人愿意这样的 神为什么要与人同在 我不知道 当然神要与人同在 不是像我刚才不一定要讲的 神要与人同在 是他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 他要跟那样的人同在 他不是要跟 现在后来犯罪的人同在 但这个事情我们要弄清楚 神创造人的目的 是要与人同在 所以从创世里我们看到 他创造亚当夏娃 把他放在伊甸园里面 神要与他们同在 当是亚当夏娃犯罪 离开伊甸园以前 叶华神不去找他们了吗 他说亚当你在哪里 请问有人就说说 因为亚当犯了罪 所以神找不到他 合理不合理 完全不合理 我们是罪人 神找不到我们 这样怎么救我们了 你听得懂吗 我们升到天上 下到阴间 我们哪里躲避他的面 所以我们无论在哪里 我们无论犯什么罪 神找得到我们 那神为什么说亚当你在哪里 为什么 他给亚当机会 他给亚当机会 所以基督徒有两件 或者是人 有两句话最重要 基督徒更重要 两句话 第一句话叫做我愿意 第二句话叫做我错了 基督徒这两句话就够了 第一个我愿意 第二个我错了 我愿意接受这个救恩 我错了 在这一边 神一路在在上 那个亚当下花机会 就是要与他们同在 可惜亚当下花 没有抓住机会 不会被逐出医殿员 之后整个救约 只有一件事情在讲 就是神要与人同在 只要人悔改 神就与人同在 只要人离弃罪恶 神就与人同在 人在罪恶之中 神就不好离开人 整个的救约就讲这个事情 就对我们而言 基督徒 我们只有一件事情 最重要 如果当我们说我愿意以后 就是我错了 错了 我们什么时候说我错了 我们就与神同在 或者神就来与我们同在 那是回到他原来要的状况 而耶稣基督道成肉身 就是神具体的主动的 他要与人同在 最真实的表现 对不对 因为谁来了 神的儿子来了 就是他自己来了 他为什么呢 因为他要来 他要来 他要来做一件事情 他要表明他要与人同在 所以在马太福音那里 第一章祈祷要给他起名叫什么 以马内利 你知道我年轻的时候 常说到那些党费 或者是同地面里面写来的信的时候 他们最后都要写以马内利 我就觉得说 那个是叫做结语 你知道吗 你写完信你应该写以马内利 因为就表示这是基督教的用语 就是表示我是基督徒 然后我信写完了 这个以马内利 可是我现在写信给别人 我最后都写以马内利 因为这是整个上帝最大的心意 就是神要 与人同在 所以耶稣基督来自与门徒同在 可是门徒就要留他 可是一说你们不能留我 因为你们留我就 没有下集了 下集是什么呢 下集是当耶稣与门徒分离之后 他要做的那一件事情 就成就了永远的救恩 他要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 他要在我们还软弱的时候 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 他要因一次的疫情 众人就被称义得生命了 他要做这件事情 他要做这些目的 还是一样 就是他想要怎么样 与我们同在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耶稣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是 他要与我们同在 所以耶稣与门徒暂时分离 是为了要永远与他们同在 他对门徒讲得很清楚 虽然他们不清楚 我们读十四章一到三节 读完我们就跳过这段 因为假设我们就都懂了 我先解释了 预备情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你们信神 也当信我 在我父的家里 若是没有 我早告诉你们了 我去原事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 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我在那里 叫你们也在那里 在这边耶稣亲密的告诉我们 他确实预备地方去了 换句话说 他的同在不只在我们的今生 他的同在要持续到永恒的 他的同在不限于当代的门徒 他要用死来换取我们永远给他同在 他用死来换取这件事情 我常常主的崇拜 需要陪同工们一起祷告 我最喜欢的祷告 我常常这样祷告 有时候跟郭炳的同工 有时候是跟主席 或者是跟家伟同工 我常常都这样祷告 这是我常常感谢 这是七日子第一日 那一天摩达拉的玛利亚 跟耶稣的母亲玛利亚 到坟墓那边去的时候 他失望 他失望会带来我们今天的盼望 如果那天他们找到耶稣的尸体的话 我们今天就没有失望 耶稣从尸体复活这件事情 就是让我们有机会 让我们可以永远与他同在 因为他是要用死来换取 我们永远与他同在 所以我们的眼光是浅的 我们眼光是短的 我们只想要今生的同在 我们只要眼前的同在 我们只要今生的得胜 我们只要今生的好处 但耶稣说我离开你们 是为你们预备地方 所以他离开 是为了要永久的跟人同在 多玛很怕耶稣一去就不回来 所以就问他说 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 怎么知道那条路呢 所以就讲了一段非常有名的话 耶稣说我这是道路 这是真理 我这是生命 这一切所讲的 不再讲一件事情而已 这是我去 是为了你们的好处 我去 是为了预备你们 可是门徒孩子不明白 门徒孩子不了解 门徒孩子没有办法 因为他们不能接受这件事情 其实耶稣早有预备 耶稣早有预备 我们来看耶稣预备什么呢 我们来读第四的下面 那个十四章十六十七节 我们一起来读十六十七点 我们一起来读预备 请 不要和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 一位法会师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就是真理的胜利 乃是人不能接受的 因为不见他 也不认识他 你们却认识他 因他常与你们同在 也要在你们里面感谢主 这些门徒的期望没有落空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在场的所有的基督徒 都有一个好处 就是主耶稣的这一段话 他要走以前 先对门徒说 说我要守父 我要求父 另外赐给你们 一位宝贵师叫他 下面怎么说 永远与你们同在 所以主耶稣与门徒继续同在 是借着赐下圣灵 请你写下来 赐下圣灵 赐下圣灵 主耶稣叫门徒永远继续同在的方式 是赐下圣灵 那今天很多人 把圣灵拿来当做一个工具 或者力量 请你读很多有关圣灵的书 他就讲到圣灵的充满是什么 圣灵的恩赐是什么 圣灵的喜是什么 圣灵的满有圣灵是什么 讲到很多很多圣灵的工作 讲到很多很多 大部分的就是想到圣灵 就想到圣灵充满大有能力 讲到圣灵充满有神机奇事 讲到圣灵的工作 就让讲员能够讲出很有利的道 讲到圣灵的工作 就是在我们的身上得着我们 可是耶稣讲的圣灵第一个工作 或者其实圣灵最要点的一件事情 是要来干什么 与人同在 所以这三一神第一位圣父 他造人的目的是要与人同在 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目的是要什么 与人同在 圣灵来的目的是什么 现在知道为什么三就是一就是三了吧 因为他们是一样的 他们是一样的 因为耶稣工作完成 还要回到父那里去 还要坐在父的右边 还要继续为我们祷告 可是有一位就鼓用的 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的 就是什么 圣灵 圣灵不仅要给我们能力 圣灵不仅要安慰我们 圣灵不仅要给我们有勇敢去做见证 圣灵不仅是要安慰我们 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给我们找到出路 不是说没有这些东西 有 但是圣灵的第一个工作 他说他是要来干什么 与我们同在的 所以请问对我们而言 圣灵是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讲话的对象 不是需要安慰的时候 是现在这个时候 我们很少跟圣灵说话 而且我们一跟圣灵说话 就希望他做大能做歧视 对不对 我们一讲到圣灵就是求你充满我 你知道吗 我刚才找这本 找找找找找这个诗歌本 我想找一个诗歌 因为我在在家里的时候没有找到 我去找到来看看这一本有没有 没有一个讲到圣灵的 单纯的感恩 他来给我们导断 没有 都是讲到充满我 充满我 求主圣灵 充满我 然后就做很多的事情 做他的大能 做他的能力 做他的改变 做他的力量 做他的恩惠 其实他本身的狗在被捞结 明师自己说的 他说我去不永异的地方 但为了要让你们不要害怕 我要求父让拆圣灵来 这个是代替圣父圣子与我们同在 而且是不间断的圣灵上说是永远与我们同在 感谢主神祈福就要这样做 在我们在地上的时候 他要给我们这个恩典 借着圣灵的内住 然后享受他的同在 下次有机会慢慢讲 圣灵到底做什么事 可是圣灵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他要与我们同在 亲爱的弟兄姐妹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知道 我们并没有被撇下都过了 现在至少有两个 圣父圣子当然恩典在我们身上 你说耶稣在我们里面也不会有错的 可是真正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在是谁 让我们学习跟他说话 你跟一个人不熟是因为你不常跟他说话 为什么 有的人说 你怎么说他的反应是这样 我还没做 我就说他的反应是这样 因为我跟他很熟 我知道多多动作他的反应是什么 为什么 因为我跟他很熟 我们为什么不知道圣灵 因为跟他很熟 其实他跟我们很熟 我们跟他不熟 我们跟他说话 速度帮助 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他 他来的第一件事情 不是要充满我们 让我们大有力 他只是想与我们的 我们一起祷告 圣灵我们特别来到你们面前 向你线上祷告 谢谢你 你打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看见你 从父那里来 像耶稣一样来到我们当中 就要来永远与我们同在 我们信心耶稣所作丁在十架上面的功劳 让我们回到父那里去 那条路是你 你也是真理 你也是我们的生命 谢谢主耶稣你走的时候 你教父把圣灵讲自己 我们本来不认识他 没有讲到他竟然住在我们里面 这个卑微的人 这个犯错的人 这个有罪的人 圣灵我们谢谢 谢谢 谢谢你在我们当中 我们上次一天展开 等你这样祷告 祈求共诸耶稣基督的神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